第二屆西雅圖國際文化藝術節在21下午在西雅圖Belfield市 Cross Road公園隆重舉行,該年度聖煙憑車主辦精心籌備 多族聚表演者盡心參與已成為西雅圖當地文化交流招牌活動之一 並受到廣泛關注,成為當地年度盛事之一。 當日活動,共有24個演出、社團參與演出 包括來自中國、美國、墨西哥、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不同國家的社團 總演員陣容超過300人。 節目類型豐富多樣,既有各族裔的傳統原生態集體舞 也有學院派的高雅藝術,如芭蕾、古典舞和敦煌舞等。 演出內容既有原創製編制度的作品,也有改編的傳統經典。 主辦方及觀眾帶去青藏高原的藏族風情 也讓他們體驗到南美中東的熱情。 本屆藝術節由華盛頓州北京同鄉會會長張益華總策劃, 謝堅平先生擔任總導演,經過一年的精心籌備, 為觀眾呈現了一場豐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這次活動還通過騰訊視頻號及消網絡會議進行先上傳承直播, 方便全球觀眾觀看。 華盛頓州北京同鄉會在這次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們不僅精心策劃及組織了這次活動, 還為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及理解答建造一個重要平台。 華盛頓州北京同鄉會以求同傳異的理念實現文化的包容, 促進各族裔社區的團結, 亦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做出積極貢獻。 當日活動亦獲得社會各界的高度贊喻及認可。 華盛頓州州參議員Hafir Valdez, Belfield前市長李銳倫, Belfield市議員Jarrett Newenhouse, 梁浩亭, Newcastle市議員Sun Barford, Dr. Don Hellman等貴賓都出席了活動。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宋國選亦突以重舊金山前往現場支持, 對該活動對紅洋中國文化促進中美關係友好發展給予高度肯定。